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松阳 哎呀 松阳 去哪里呀 我去放点水啊 干嘛 松阳 你说我能怎么办呀 哎呀 松阳 你不要这样一跳 可能我鸡皮疙瘩了起来 你刚帮我干嘛吗 哎呀 我现在没有空啊 哎呀 我跟你说 什么事啦 没有你帮我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你老公呢 老公啊 上个礼拜去广东了 去广东了 对呀 哎呀 去广东了 那你什么事吗 哎呀 非你不可啊 真的是很急的事 你先进来再说好不好 哎呀 这就不好吧 让人家出面看到会怎么吃饭 哎呀 进来呀 进来呀 真的是 哎呀 哎呀 不要关门啊 关门干什么啊 哎呀 不关门 人家看到了 哎呀 就是你把门关了 人家出面看到就误会了 再说了 你老公现在也不在家是不是 哎呀 不怕了 我跟你说啊 你越说大声啊 人家越拎到 你小声一点 不要说那么大声 就算了 等一下我们干你什么 也没人知道 哎呀 你到底什么事嘛 哎呀 你先过来嘛 过来呀 过来呀 快点啊 这不是 怎么事啊 我都说了 非你不可 你看我家的沙水都堵了 你看 天哪 马上下雨了 到时候啊 全国都满水了 就不是好了吗 哎呀 那个雨水 流不下去啊 真的是 是啊 三十了 那好吧 等下吧 你看一看啊 啊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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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啊 啊 你怎么搞到那手笔袋吧 那里啊 哎呀 放手笔袋啊 真的是你的手笔袋 掉在那里了 我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清楚啊 应该是老鼠啊 把他拖到那里去了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干什么呀 这么大个大石在这里面 还不堵才怪的 谢谢你的龙阳 要不是你啊 今天晚上啊 要锯水床了 这样就好了啊 嗯 你要锯一点啊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晒 手没晒 慢慢的 我试一下啊 你不用试了 哎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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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哎 谢谢你啊 东阳 哎 不用试了啊 哎 果然是东阳厉害啊 走啊 哎 东阳你今天没找吗 哎呀 都忘记拿红包给你的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哎 东阳 哎呀 要什么了 哎呀 今天啊 是你第一次帮我 我给个红包给你 以后啊 我老公不在家 咱过来帮我干点众活啊 哎呀 不用了 这一点小男 就是一天还好 太过气了 以后我也没说什么啊 哎呀 拉拉拉扯扯了 干什么啊 推来推去的啊 老公 啊 你这一口弄两个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 老婆 好事啊 没想到我一进那个厂啊 那个厂啊 就倒背了 以后啊 好像是赔了几万块啊 你看 赔了几万啊 对啊 跟你说啊 刚才东阳帮我忙 帮忙 撒水道都堵了 我叫他通了一下 然后啊 我给了二十块钱给他 我说不用了 没事 这个邻里邻居啊 帮忙是应该啊 老公你那么多钱 你给两百给他啊 哦 说的也是要给的 都没什么钱 所以说不用了 就这一点点小忙 哪里是小忙 平时啊 我家老鼠多啊 平时那老鼠可能调皮啊 把那东西啊 瞅目 拉到撒水道里面去啊 哎呀 撒小东阳厉害啊 要要注意点啊 不要搞那个手背带子 搞到撒水道啊 那我先去 就放点水了啊 那行 谢谢东阳啊 我想到东阳人这么好啊 东阳那什么时候去廣东 过几天吧 这一趟回来先吧 哎呀 明天早上早点去吧 反正啊 到时候你去廣东了 家里面那些救我 我可以叫东阳过来帮忙我的 哦 那也行 说到东阳这个为人啊 没想到跟他松脚玩都大 他还对我们这么好啊 那回来了 进去吧 老婆 这些 你先拿着 赔了那么多啊 真的 没想到进了这个厂 哎呀 一两天 那厂就倒闭了 那进去啊 我上面给你吃 那行 来 那行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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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